现在是2024年9月25号的下午4点半左右吧 我又来到了咱们银滩东部 潭向一湾小区南面的海边 五天前也就是25号吧 我过来测了一次海水 那天测的比较早一些是中午来测的 因为我从得到了一个内部消息 说是中国政府呢 准备放开日本海鲜的出口限制 所以过来就做了一批视频 做完以后呢 查了一下网络呢 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宣布这个内容 有点担心啊 怕是谣言呢 所以说就把视频又屏蔽了 又把这个有关国家开放 日本海鲜的这个内容呢 删了去啊 后来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国家啊这个在媒体上的正式公布了啊 这个准备逐步的放开啊日本海鲜的这个进口限制啊 所以我又把那个视频又解封了啊 今天呢过来再看看海水吧 今天是有点退潮啊 所以说咱们这个卧虎石周边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水吧 咱们测不测了以后啊 这个海水测了这半年多时间吧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啊 很安全 但是还是测一下吧 大家放心啊 继续测啊 如果大家实在不需要了 我就不测了啊 把它放在哪里呢 把它放在一汪水的上面 放在这里吧 这一汪水 哎 这不掉下去就好白啊 现在的素质啊 这个最大值是0.28维西弗啊 平均素质是0.19 0.18维西弗啊 实时是0.18 再等一会儿啊 就是平均值是0.19 最大值是0.28 这个时时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啊 就这么个情况吧啊 呃 其实 呃 测海水的辐射值吧 咱们也激励过一些啊 波折啊 比如说刚是测不久啊 就有人呢 呃 在网上说啊 说你有这个资质吗 呃 或者说是你这是犯罪行为 等等诸如此类的吧 这种带有威胁性的这种语言吧 他们就想让我放弃啊 测海水啊 但是呢我一直坚持下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一测 后来我改为五天一测啊 因为素质变化不大 呃 现在依然是五天一测吧 看看啊 海水非常轻 里面有小鱼苗啊 在游动 特别小的小鱼苗 哦 这边还有 这个 算赶海的人吧 啊 你们有什么收获没有啊 收获多着呢 哦 你看这底下 都是一个一个的小 小小沙球是吧 这实际上是什么 小螃蟹挖的 小螃蟹花嘎 花嘎是吧 对 很小一点其实 咱们现在 赶海就是图一个乐趣 这没有弄得什么实际东西 看别人剪啊 你们哪个小区的 看看您的收获吧 这也不好过去啊 中间隔了一个台湾海峡呀 我看看啊 哦 都是白嘎的 白嘎的 哦 还不错的 这白嘎的能吃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这白嘎的是能吃的 能吃的 就是沙子多 得好好吐一吐 没什么 沙回整一下去 回整一下 您哪个小区的 我是那个 三水家园 三水家园的 没在你们前面那块赶海 跑我们这边的赶海来了 这边是不是好赶呀 这边比那边好 比那边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 这边礁石多一点 那边就没有什么礁石了 不多 对 这水好轻啊 你发现里面有些小鱼啊 在游来游去的 见了吧 有的稍微小 有的稍微大一点啊 我放大一点看看 小鱼 两小时 收获不小啊 好 你们继续忙着啊 好了 刚测完呢 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咱小区的业主啊 问我测试的情况怎么样啊 说明大家还是挺关心 这个海水的质量的啊 我说没问题啊 他们也就放心了 现在呢 测海水辐射值呢 这个在网上呢 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就是说我发出去以后呢 还有很多人关注 点评啊 所以说暂时还不能停啊 一旦大家都不关注了 觉得没问题了 咱也就 不再继续测了啊 就这么个原则吧 就这么个原则